卡特兰开花的条件 我很喜欢 虽然它的香味非常非常的淡 几乎闻不到 花这么美 没有香味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颗卡特兰是用桃栗木炭跟树皮种植的 看一下它的名签 它是一颗原生种的卡特兰 这颗卡特兰我种植了有三年多了 之前一直都没有开花 也尝试了不同的种植方法 也给它换过植料 改变灯光的亮度 也尝试过用不同的肥料施肥 天天左看右看 它就是不开花 年初的时候还拍了照片 拿回去蓝园 问老板为什么这一颗总是不开花 结果蓝园的老板笑呵呵的说 当时我买这颗蓝花的时候 它还是一颗小苗 应该今年就会开花了 结果现在真的就来花了 这个就是卡特兰不开花的第一个原因 蜘蛛还不是成苗 所以它不开花 接下来的这一颗卡特兰 如果您之前有看过我的视频的话 对这一颗卡特兰应该比较熟悉 今年是第三年开花了 每年都开两三次花 这颗卡特兰在我所有的卡特兰之中 是最容易开花的 只要它能长出新的枝梗 就能开花 去年是长了三只新的枝梗 就开了三次花 它是用桃栗种植在玻璃瓶子的 平常就给它正常的浇水 也没有给它特别的打理 冬天差不多零度的时候 也没有把它搬进屋里 只要看见桃栗完全干了 就给它倒一点水进去 大概是这个水位 昨天给它浇过水 这颗卡特兰的优点非常的多 容易种植 容易开花 花量也非常的多 花除了非常漂亮之外 还有非常浓郁的香味 而且它的花期很长 大概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刚才说它只要能长出新的枝梗 就能开花 看看这里 叶子还没有长大 花苞已经长这么大了 今年只长出两只新的枝梗 也就是说它只能开两次花了 当新的枝梗长出来的时候 花苞跟叶子就一起长了 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卡特兰 是非常容易开花的 只要能长出新的枝梗 就能开花 有些卡特兰不开花的原因 也是由于它本身的条件而决定的 就好像这一颗 直接长花苞的卡特兰 是比较容易开花的 有一些品种的卡特兰 本身就比较难开花 就算它长出了花鞘 也不一定能长出花苞来 这个就是直接长花苞 跟长花鞘的区别了 就好像这一颗 这一颗卡特兰的花鞘 已经长出来有很长时间了 到现在它还是扁扁的 没有发现它有花苞在里面 这一类的卡特兰 虽然它已经长出了花鞘 但是它不一定能开花 有的时候花鞘过一阵子 它就黄了 那就要等新的枝梗长出来 再长出新的花鞘 花鞘如果没有黄掉的话 就不要理它 去年我有一颗卡特兰 它的花鞘长了超过六个月 然后长出了花苞 这一颗卡特兰是用桃栗木炭 珍珠原树皮种植的 浇水施肥都跟刚才那一颗卡特兰一样 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颗 这一颗卡特兰的花鞘也是空的 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空的 只要对着太阳光看 只要里面没有阴影 就说明它没有花苞的 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颗 这一颗卡特兰的花鞘刚长出来 里面已经能看见花苞了 花鞘是圆圆的 非常饱满 不像刚才那两颗那样 扁扁薄薄的 这几颗卡特兰都是放在同一个地方 同时间的浇水 同样的施肥 卡特兰不开花的第二个原因 是卡特兰本身的条件因素决定的 有些比较清花 有些不喜欢开花 这些都是卡特兰本身的内在的因素 那么卡特兰不开花的外在因素 有哪几点呢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卡特兰不开花的外在因素 有下面这几点 第一是光照不足 第二是生长环境没有达到它的需求 第三是植株本身不太健康 第四是温度 第五是肥料不够 首先看一下光照不足的原因 卡特兰喜欢高强光 早上跟傍晚的太阳都可以直接的照射 中午就适当的给它知音了 如何判断日光照对它是不是足够 这个时候就要看叶子了 叶子的颜色会告诉你 它的光线是不是足够 如果它的叶子是浅绿色 或者是黄绿色的话 就说明它的光照是足够的 加上摸一下它的叶子 如果叶子是硬的 就说明它的光线是足够的 反过来如果叶子的颜色是墨绿色 或者是深绿色 叶子摸上去是远巴巴的 这个时候就应该给它补光了 第二个不开花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 没有达到它的要求 这个通常是说湿度跟空气的流通 种植在室外的卡特兰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种植在室内的话 就需要把窗户打开 或者是开风扇 卡特兰第三个不开花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根部不太健康 如果发现卡特兰很长时间 都没有新的根 或者是新的芽长出来 这个时候就应该拆资料看一下 检查看看里面的根 是不是都是健康的 卡特兰第四个不开花的原因 是温度 卡特兰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 它喜欢比较温暖的生长环境 温度不够会直接影响卡特兰不开花 肥料不足也是导致卡特兰不开花的原因之一 在卡特兰的积极生长期 也就是夏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 它对肥料的要求比较高 每周都需要给它施肥 除了上面这几个导致卡特兰不开花的原因之外 盆子太大或者是植树已经老化了 都有可能影响卡特兰不开花 不开花的原因之外